澳門禮拜日宣布取消戶外口罩令 時隔兩天港府終於有動作 宣布3月1日起全面撤銷 實施超過兩年半的口罩令 無論戶外還是室內 甚至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 港府說今次的行動 代表所有社交距離措施正式結束 港府解釋本港疫情受控沒有大反彈跡象 社區已有全面防疫屏障 重點人群包括醫院和軟舍等沒有出現爆發 病毒變異情況沒有變壞 加上冬季流感已接近尾聲 預期撤銷口罩令 新冠感染可能會上升 但相信只是短暫風險可控 所以現在是適當時撤銷口罩令 雖取消法定配戴口罩 但在高風險的地方 例如醫院和軟舍等 負責人可用行政指令方式 要求職員和訪客戴口罩 至於為何不是分階段撤銷口罩令 港府解釋局部保留的防疫效果不大 加上執行相相對複雜 所以決定全面撤銷 至於軟舍等等 老人家其實如果從新冠的角度來看 他們已經打了針 沒有打針都感染了 所以他如果不帶有新冠爆發的機會 基本向接近零 劉宇龍認為除非有新的變異病毒磚 貿則只會有零星或局部爆發 未來三至四個月很安全 疫情不會對本港醫療系統造成衝擊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道 目瞞